陶哲音乐旋风席卷北美!初到21年受登美国凯撒皇宫开唱。 音乐教父陶哲新年初始远赴美国,加拿大举办陶哲2018出新演唱会,I Love You Live群回演唱会,第一站美国场于拉斯维加斯的凯撒皇宫,Cesar Palace,演出,这是他出道21年,首度在美国开场。 现场座无虚席,受到当地歌迷及华人热烈欢迎。 陶哲这次回到成长的美国开场,近乡请窃全写在脸上,所有巡练细节是B公斤,费尽心力,体重还未辞掉了4公斤,连腰围都小了1号。 他透露从登机那一刻开始,长达30小时没合眼,努力与生理时中奋战,就是希望不要让时差之苦影响到演出。 果然正是登台时生龙活虎展现歌王实力,出登场就让美国歌迷充分感受他的音乐魅力。 即便已征战过大大小小演唱会万人场地,但首次在美国登台开场,还是让陶哲热血沸腾,也因美国是他成长,音乐启蒙之地,压力及尽相亲切的心全写在脸上。 尤其他未询练细节费尽心力,用心做足功课,还特地把像说的话记录在随身的平板电脑,体重也在两个月内掉了4公斤,制装时才发现裤子腰围都小1号,足见他对这场演出的重视。 此外,他也难得在演出前要求休息室全面净空一小时,沉变心情,调整时差,就是要把最棒的体力,最精彩的演出带给美国乡亲。 他大阵仗率领12人乐队编制赴美,一开场便演唱经典代表作,小镇姑娘,Run Away,王八蛋,立刻炒热现场气氛,用美声征服现场5000歌迷。 他演唱快智人口的苏三说,月亮代表我的心,普通朋友,飞机场的10点30分,黑色柳丁,等经典曲目,以及新歌,Mark Baby,黑色星期二,更诚意十足将,望春风,改编成台湾类的那卡西版本。 他笑说,我在第一张专辑唱的,望春风,是阿卡贝拉版本,但现场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朋友,要带给大家最原汁原味,最具传统台湾类的,望春风,希望大家会觉得很有趣,有一种电子花车的感觉。 当他唱到甜蜜情歌对唱曲,今天你要嫁给我,10,麦关子对大家说,创作这首歌时我还单身,认为婚姻就是如歌词所写的很美满,当然,我的婚姻现在确实很美满,我要找一位朋友唱这首美满的歌。 随后便突破管制区走下舞台,找女歌迷和他一起对唱结婚神曲,今天你要嫁给我,歌王的亲民作风让满场歌迷放声尖叫,激动不已,不少歌迷难得见他一面,热情拥上前要与他近距离自拍,让他忍不住开玩笑对爱妻Penny喊话, 老婆,老婆,不好意思,只是拍拍照,工作而已,Where are you? 最后更热情现场,爱很简单,献给久违的美国歌迷。 更极为难得的是,庆功宴上陶哲终于与陶世宗亲们相见欢,虽然之前大家都没有看过他的live演出,仍十分陶杰自掏腰包不远千里飞过来看他,现场气氛热络的程度,就像是陶家的年会般热闹,有了这些堂兄姐妹的感觉。 陪伴,也让身为独生子的陶哲悲感温馨,觉得与大家的感情更为深厚。 而贴心的他,为了慰劳工作人员的辛劳,也大方竟随传20名工作人员欣赏拉斯维加斯热门的秀《太阳马戏团》演出,让首次紧绷的美加巡演,也能有放松的时刻。 接下来陶哲即将在加拿大开场,三分之三多伦多,三分之三温哥华,更多陶哲2018出席演唱会。 I love you live 相关讯息,请锁定陶哲官方粉丝专页。